四款酒 他們是從1892年就創造的一個酒廠 而且很特別的是 他們是在佐渡金山當地的坑道當中 釀造熟成酒 而且他們選用的是在佐渡當地的梯田 所栽培出來的稻米進行釀造 因為我們相信 將佐渡的風土融入我們的酒當中 可以將佐渡的故事繼續流程下來 照片OK了嗎 好 這是我們第一個品項 では次の商品を紹介したいと思います 次はルデンチェのエバトバターです 接下來我們吃換個口味 我們介紹的這一款是西洋梨奶油抹醬 這一款非常的特別 它是在當地的豐富大自然孕育而成的 ラルチェ的西洋梨 混合精緻的佐渡奶油脂佐而成 只要把它塗在白吐司上面 就是簡單但是極品的美味 非常推薦給高雄的各位 照片沒有問題了嗎 好 這是我們第二個品項 では次回りたいと思います 我們最後介紹一個我們市長本人很推薦的 佐渡岩藻海膽 海苔醬 這款海苔相當使用了日本國產的海苔 店主和左部摘海的海韻 包括了當地的海膽來製作的 所以食用的話呢 可以嘗到海韻也就是海藻的一種 它有爽脆的口感 我們最推薦的方式呢 是可以搖一勺在熱騰騰的白飯上面來享用喔 那今天的配衣飯也可以當作下酒菜來品嘗 好 感謝 那 謝謝 それでは 市長に質問なんですけれども 公社の物産店の中で 販売商品の中では 佐渡岩藻海膽的商品はありますか 我們接下來來訪問一下我們的渡岩市長 這一次的物産展的販壽品 相當作有沒有佐渡無賀的商品呢 そうですね 佐渡岩藻海膽は 非常に日本でも 日本の北海道のバターの3回ぐらい 我們想要跟各位介紹的是 我們這次帶來的佐渡奶油抹醬 其實它的價格甚至比北海道產的奶油還要再貴除3倍之多 所以我們非常推薦這一款抹醬喔 そこにアドルレッチェという 用梨を加えてますので これはもう佐渡寺しか食べられない 而且我們剛剛也有介紹 它有一個是西洋梨的風味 內容也有這樣子的一個原物料 非常只有在佐渡才可以品嘗到的西洋梨的品種 也在這一個產品之中 所以我們推薦喜歡清爽甜口抹醬的肉味 各位可以來嘗試 これは日本的味噌汁 我基本上是味噌 佐渡という貝 非常に佐渡的食感 と味噌のカラーマイ これが非常に特産なので 佐渡は伝統的類似的味噌 我們再介紹另外一個抹醬 這一次換口味的是鹹口的喔 這款它是使用當地的貝類 有羅肉在裡面的味噌抹醬 所以各位在回去使用的時候 可以嘗到有貝類脆脆的口感 然後也可以嘗到有一點微微的辣度在裡頭 我們非常推薦真是佐渡 傳統工藝之下製作出來的美味一品 あともう一手 あともう一手 もう一手ね これちょっと説明してもいいかな ちょっと説明してもいいかな はい あの… これは実はちょっと昨日 あの… 伝統工藝アップを考えたんですけど ロバート・デニードが愛したお酒 好 我們剛剛有介紹說 在高雄大秘店 我們這一次展出的是韋田酒造的 但是我們現在介紹 另外一款酒 這一款呢 只有在南港店 是大雅的南港店才有販賣的 北雪酒造的酒 這一款酒 有一個非常特別 也就是在好萊塢 有名的小蘿蔔 稻泥都非常的喜歡喔 あの… これは私ら地元で 僕はライスワインってやってます お米のワインって 那我們就是使用了 當地的稻米來製造的 日本米的清酒 お米の65%を削っちゃいます 使うのはお米の中一粒の35%